走过半个世纪 大众银行在我国开业 迈入了第51个年头 创办人丹斯李正红标 今天在股东大会上说 尽管银行间的竞争加剧 大环境也充满挑战 不过大众银行的获利 依然处于稳定水平 在同业之间也维持领先地位 大众银行去年的股票回酬 是所有国内银行当中最高的 达16.5% 虽然今年可能减少1到2个百分点 但公司的存款和贷款成长率 依然符合成长目标 公司董事经理拿督斯李正压力坦诚 尽管竞争激烈 但他相信银行的资产质量 依然会维持稳固 减值贷款率不会超过1% 此外 正压力也透露 大众银行去年的税前盈利 达到655万令吉 比前一年来得高 而集团去年又以约3亿令吉 扩大在越南的投资 使得海外业务的盈利也有所增长 NTT7综合报道